哈喽大家好,我是潘大帅,欢迎收看本期大帅观战,来观战一把速伞,老速伞团长先知前锋机械魔术 这阵容,昨时有那么点点薄萃 魔术师来镜头给他魔术师看魔术师签字不签字的都 分身先放,往前走,这边有一个加速 绕,拉,两根魔术爆能牵制的时间感觉不会特别久 然后这魔术师的一个走位选择还是挺不错的 然后往回绕,对,这边再往前走的话应该是 哎呦,鸟给上了,这只鸟给上速伞跟张狂速伞跟一轮 等到鸟结束了以后,打一刀开技能,摇个灵带走 呃,速伞这一把,说实话呢,抓这个魔术师 呃,就是特别特别愿意,哎呀,这边把自己给卡住了 但是这里的话,也把速伞给卡了 卡人也卡几,丢伞过来,好 一个蓄力刀能带走吗,这刀直接带走 没办法,啊,盖尔到了先知的电机,先知这边的电机 修不开,修不开,强意修没必要呀 强意修的话,这边要吃一刀的 这个点位,一个小白打先知,点位卡住应该是蓄力刀能打一刀的 看一下这边,一刀没打错,鬼身下板,还行 开吸魂,绕过来,新鸟,这先知的操作还不错 打一刀,走了 小新鸟 这团长能忍,这不能忍,蓄力刀没打中,还不错 鸟吸出来了,呦,可以 鸟吸出来,那走得走了吧,这再不走过分了,速伞这边应该丢伞来拦你了 是吧,吸了鸟还想走,魔术师起来了,蓄力刀,呦,真厉害 在团长手下,能牵制这么久,一个先知真的,可以给他点一个赞了 这把这个先知牵制的非常的好,把魔术师的自己都牵制起来了 虽然说自己也倒在遗产机,但是本身魔术师也倒遗产机 这样一波,一波换的话,我觉得可以接受外面戒尸修的多呀 戒尸,娃娃都可以修的很舒服 然后魔术师在起,再把穷者能保平的话,全靠这个先知啊 呃,真剩呢,我觉得现在还没有能谈到穷者能真剩的一个机会 开吸魂,没撞晕的话,这前锋救不下人来了 团长这个卡,这个身位的,这个能力是真的强 能卡半吗,卡不了半,过半了,过半了,这前锋可能要 过来,震一下,还有个摇零,再摇零 一刀,倒地 哼,就是他这个卡身位是明显就是已经做好准备要来卡你的 然后每次我们看到,因为不是一次啊,就不是前锋的问题 应该是速散的问题,好几次都是这样子的 先摇个零,然后8秒钟以后他是有一个7散的 卡身位,卡身位,救不下来了 这大哥的防守,之前就讲过团长对吧 他的一个特点就是防守特别强,开门战特别猛 开吸魂 确定刀,没打中 无眼 这里前锋还没起来 丢伞抓魔术,还是回升过来找机械呢 这里基尔斯 没看见,没看见,没看见,基尔斯躲在下面,没看见 前锋叫自起 虽然说我觉得最终的结果还是一个三抓四抓 但是这一轮,这基尔斯躲的还不错 魔术师这边绕一圈,找不到人 团长看一下有足迹了,看见了,看见了,看见了 基尔斯这边把前锋摸好,最后再电击是船上面的电击 还有,还有往下打的一个可能性 可能性不高,但是也不是说没有 因为这边的话,他中间就是挂飞以后没有能够把这前锋挂上 中间又少一轮击倒的节奏 就看这一波了,这基尔斯 能不能抓掉 前锋手上面有薄命 咬零 没咬到,再回去 打一刀 魔术师外面的话是重骑台吗 对,重骑台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重骑台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这里的话,肯定要丢伞 但这个丢伞 在前锋面前丢伞,前锋可以抱的 基尔斯被摸好,还不错,还不错,还不错 穷神还有机会 打头,漂亮 找到魔术师应该是一个拼三的一个局 魔术师提前拉开,这边五眼嘛 准备打开门战了 呃,现在就开始准备打开门战野心了 就因为球手剩下的东西不多了 就剩下前锋半颗球 然后基尔斯的娃娃这把真的摸了好多个人 摸了自己,摸了前锋 摸了前锋,摸了前锋,摸了两次 满血戒尸,魔术师这边电机强行顶着压 我觉得抓魔术师不太舒服的 还是抓其他人会更好一点 因为魔术师教自己的 开门战电机点亮挽留的时候 将魔术师击倒是更舒服的 这边蓄力刀,可以打一刀 但是魔术师那边电机可能要点亮了 马基亚好了,直接点亮 开吸魂,门是被封了的 三个人全部在大门,大门被封 丢伞,还是要靠自己的一个走位来打刀 走位打刀,丢伞管门 翻过来,蓄力刀,叠刀,带走 好的,这里堂哥点门 切黑,这是一个切黑要注意 这边照一手 判断前锋的一个位置 预判前锋的一个位置 前锋拉球 魔术师绕 熊者这残局打的还是挺好的 本来感觉一度已经是没有机会了 但是各种追击的过程当中 熊者一丝机会没给 甚至还牵制的非常的好 这里再一个摇铃 前锋这边得再交一波球了 主要现在什么问题呢 就是熊者没有机会点门 魔术师这边是不管阶势 等阶势叫自棋 那这边丢伞,带走前锋 把前锋挂上 这是自棋 前锋这边已经牵制不动了 没有交互点了 蓄力刀直接带走 挂上,可以挂 这个前锋可以挂 不挂吗 不挂 这边找机械 找到机械 反手丢伞回来 再找前锋 魔术师门开完以后 回来的话 挽留差不多要结束了 刀打 他得丢伞找魔术 魔术师的门应该差不多开了吧 不清楚 刚刚因为视野上面没有注意到 这边丢伞照一下 看没有人 先插一个眼 挂留快要结束了 熊者这边 魔术师翻箱子 好像听到声音了 好像听到声音了 看见了 看见了 挂留时间结束了 先翻 再翻回来 不让你有这一波加速的机会 前锋还没起 前锋自己是交掉的吗 刚才前锋倒地 但我感觉见识本不是 应该是给他摸起来 过来 好一个蓄力刀先打一刀 魔术师是铁铁的一个交自己的一个状态 如果前锋也交自己 那这把是一个四抓了 过去过去过去 那应该是想要把前锋点起来 一刀倒地 前锋没自己 前锋交自己 前锋交自己的话 那确实一点机会没有了 感谢大家收看 这把确实打得很好 两兵都打得很好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